歡迎收看9月29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楊子萱 首先帶你來看到昨天晚上 吉安鄉南浦加油站旁傳出爆炸聲響 原來是路邊的高壓電感 因為壁雷氣發生故障釀禍 導致附近三個村莊總共有超過 3000戶民宅傳出停電 經過台電的搶修 在一個小時後恢復供電 好端端走在路上突然聽到爆炸聲 像眼前瞬間一片亮光 火花噴飛四射後 墜落地板宛如放煙火 靠近一看原來是電線感爆炸 事情就發生在花蓮吉安鄉 中游南浦加油站附近的高壓電感 28號晚間6點高壓電感的壁雷氣 發生故障造成爆炸以及停電 一瞬間路燈全黑了 不僅如此 道鄉永興仁河村 共有3239戶民宅 通通都失去電力 不過在經過牆修陸續一個小時後 舊友恢復供電 消防人員進入農煙中搶先救火 同樣在花蓮吉安鄉又傳出火災 位在中央路巷弄裡的一間倉庫 29號凌晨發生火警 爆炸聲響伴隨二抽農煙 倉庫內還放有易燃物品沙拉油以及保麗龍碗筷 消防人員不敢大意在確認火源之後迅速拉出水線隔絕火源 這邊裡面也沒有人住 這邊通常都是倉庫 那我們一開始採取保守戰術 先局限火勢 等到人員及水員建立之後 我們再進行滅火攻擊 共出動8個單位 警消38人 一消40名 中秋連假花蓮警消忙不停 好在兩起意外都沒有人員傷亡 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記者李沛產徐莉琴 花蓮報導